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唐太宗 李世民 種族之謎 唐太宗 李世民 是唐代第二位皇帝 亦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 精冠之治的遞造者 傳統史書所在 李唐皇室自稱出自隆西幾城 而世居武村 即是今日內蒙古 武村縣以西 乃西梁武超王 李稿之後 不過 後世學者 多認為 李唐皇室的世系 是假武的 近代著名史家 陳仁確先生認為 李唐先世 可能是 召棍李氏的破洛湖 或者 根本就是 召棍李氏的假武牌 亦有學者指出 即使李氏確實出自隆西 但是從女系武統然之 李世民的祖父李炳 取了鮮秘族的獨孤氏為妻之後 李氏一族的血液之中 就有了少數民族的成分 所以 從李炳之子李渊開始 他的身體裡至少有一半是 鮮秘族的血統 以後 李渊取了鬥氏 李渊的兒子世民 取長孫氏 而鬥氏和長孫氏 都是鮮秘貴族 亦即是說 鮮秘族的血統 在李氏人中的比例 是一代比一代高 此後 李唐皇室中的人 最多不過是 百分之一的漢人血統 而這百分之一 是真、是假、是憂、是劣 還是無法確定 因此 不管 李唐皇室 是如何篡改其祖先事跡 亦都改變不到 其為混血兒的事實 近年 更有學者讚問認為 李唐和徐陽皇室 都是來源自今天 俄羅斯境內 高加索地區的白種人 亦即是古代史書上所記載 活躍於魏晉南北朝的高車、丁寧、赤立人 古今風雲人物 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國 我是羅永生 大家好 我又重新出現在古今風雲人物 我們這次回到中國 是的 我們這次講的風雲人物 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唐太宗、李世文 沒錯 但是當然 教科書裡面 對唐太宗、李世文 有很多不同的內容 例如精冠之志 他如何打天下 後來立太子等等 這些小說裡面有很多故事 說唐演義 還有電視劇 很多講唐太宗 這些真是假的 待會我們一一到來 將詳細引述一些資料來分析 整體來說 都是對唐太宗的評價甚高 都是吹崇秘致 認為是真的 千古一帝 首先有很多朋友問我 歷史技術是真的 是假的 我跟朋友或學生說 其實在歷史的講述來講 可以分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是複雜到無比 一件事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譬如我們今天錄音 雖然各位聽眾只聽了兩個人 但是我們還有我們的編導 有很多位置 監製 還有很多錄音的設施 很多機械 錄音機 耳筒 耳筒 燈號 等等 你們是看不到的 這些看不到的 其實都是在歷史的事實裏 就是今一場的錄音裏 存在 是啊 但是他們看不到的 看不到就不是這樣不存在的 這是歷史事實 但是歷史技術是什麼呢 就是有人把這個情況告訴你 今天某年某月某日 張偉國和羅永生 去到香港電台 錄播這個 古今風雲人物的唐太宗第一集 那麼技術就完了 那麼技術後面就沒有了所有 我剛才講的那些 不同的人的事物在這裡 那麼就簡化了 那麼第三件事就是歷史的認知 那麼這個歷史認知就是 你聽了這些歷史技術之後呢 那個人聽了入耳了 那麼對他有建立了什麼印象呢 這個印象就是 原來張偉國和羅永生 就是錄了這個 古今風雲人物 是他的主持 那麼簡單就知道 那麼他比起這個叫什麼 選擇聖地技術的內容 更加簡單 那麼那些人 唯一記得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第三件事 歷史的認知 那麼如果歷史認知是錯誤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需要研究 找搜羅更加多的資料 重建接近歷史的真相 因為其實歷史真相是觀點角度的 正如剛才張生所說 其實我們有些基本事實是改變不到 譬如今天 我跟張生在錄錄錄音 怎麼說這件事是存在的 這是基本事實來的 錄的內容也是存在的 對 基本事實是改變不到 但是我們用過什麼心態 用什麼環境背後的東西看不到 這些所謂的歷史事實 就要再詮釋一下 但基本事實是不會變的 歷史上 唐太宗、李世民的基本事實 他跟人家很多 創造了很多或製造很多故事出來 故事背後 或者你從什麼觀點角度看 這就叫做歷史事實 有不同的解釋 可能站於一個比較大中華的角度 來看李世民 一個弘揚中國 令中國強打的軍隊 大統的軍主 但從一個民族融獲那裏 他可能不是漢人 是的 有很多才能顯示 那又怎樣 誰是真誰 沒有說誰是真誰 看看誰的證據多些 誰說到道理 是的 於是李世民究竟是不是漢人 事實上 如果 我們跟著教科 雖然沒有說 教科只說 他是重建漢人的統治 於是確認他是漢人 這只是歷史認知 他不是漢人 還要是歷史事實的 當然是漢人 因為這個始終漢族是中華民族 從古道金德 是比較主體的民族 如果你說不是 那很多東西要重新再改寫 甚至古代帝王的政治意義 失卻了 是的 在宋朝以後 因為大家知道 唐朝的歷史能夠 在技術而形成了一個 被人認知的概念的時候 是宋朝人造成的 為什麼我們所謂兩唐書 唐朝的正事 舊唐書就是五代十國時候的五代 後進的時候編成的 但是新唐書已經散逸了 慢慢就現在 後來在永樂大典的散篇裡面 是重新重建出來的 重建到舊唐書 新唐書就是到了北宋的宗業 宗人宗的時候 由著名的當時文學家 學者歐陽修 等人是主修的 宋琦 等人是編修的 已經過了唐朝立國 開始 三百多年 怎止三百年 三百多年 因為歐陽修寫這個 新唐書的時候 宋朝已經開國接運了一百年 已經八九十年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三四百年了 三四百年後的人 怎麼會完全掌握到 三四百年前的所有的細節呢 現在還有 用宋朝的立場來讚述唐史 當然啦 宋朝認為自己是 華夏正統 於是唐朝當然也是華夏正統 唐朝的皇帝當然也是代表華夏中原文化的表表者 於是在讚述的時候 就有很多他宋朝人的價值觀 但是話說回頭 其實到了南宋時期 是著名的理學家朱熙 曾經說的說話 令我們非常震驚 後人震驚 唐源流出於疑敵 歸防失禮之事 不以為異 朱熙憑什麼 唐的總座是出於疑敵 歸防失禮之事 即是做了一些所謂的不倫的關係 不文明 或者不合乎漢人的道德標準 朱熙也是一代的理學大師 但他憑什麼來講 就是從唐朝皇室的行為表現去判斷 這似乎他的行為習慣 和中原人士的講禮意廉詞 有些差別 但是在抗日戰爭時期 著名的史學家陳仁國教授 就寫了兩本重要的著作 沒錯 一本就叫唐朝的政治史術論稿 唐代政治史術論稿 另外一部叫徐唐淵源制度略論稿 這麼簡稱為術論稿和略論稿 這兩本書就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的論述 這個論述的講法就是唐朝人的祖先 是來自北方邊疆的柔木民族 而且他列出了很多證據 當然陳仁國史詹就沒有講清楚是哪個民族 後來有些學者研究柔木民族的歷史學者 甚至認為唐朝的祖先有可能出自今天東歐 西伯利亞地方的烏克蘭一帶的柔木民族 比較準確就是可能出自史書中所說的高車丁寧 後來被斥辣 現在生活於旅海一帶的高家索人 即是百種人 其實也是中國古代史書中被確認唯一來自歐羅巴 即是歐洲人種而不是亞洲人種 因為其實在魏晉南北朝我們看到很多高車丁寧 甚至是斥辣人 是混職於北朝北藝的政權當中 他們很多是出賣他們的武力 勇漢 開山立萬 留下一些歷史的記載 這個就是我們要講唐朝的興義 一定要追溯在唐朝之前的幾百年 古吉風雲人物資唐太宗 主持張偉國羅永生 邊疆的遊牧民族不斷地就因為中原發生了這個 我們所謂政治上各種的矛盾 中原的政治矛盾最重要 首先第一次大的衝突就是 東漢末年的黃金之亂 黃金之亂被平定之後 於是就引致地方勢力的割據 就是我們所謂的三國的頂立 三國頂立後來平定之後 就有這個俊朝的一統天下 不過俊朝裏面就是很多不同的皇室的勢力 起來爭奪政權 而皇室的成員裏面爭奪政權 用什麼人來在武力裏面互相爭奪的 主要就是僱傭兵 什麼僱傭兵呢? 是北方的先卑人 有些入居中原已經好幾代的兇奴人 在今天山西省 今天山西省的平洋 臨墳上黨一帶 原來呢 在東漢末年已經有一群兇奴人 入到這個地方居住的 這群兇奴人 保持著一種 柔木民族的部分的生活 也部分漢化 那這個人呢 成為了這個八王之亂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王 爭奪政權的很重要的軍隊的來源 所謂的僱傭兵 其中一個最重的首領叫劉淵 劉淵後來呢 反正你們都爭權奪利 不如我來 沒錯 於是就背叛了這個進朝 攻陷了這個洛陽 後來攻陷了長安 所以最後結果呢 在這個中原的稱帝 我們叫了五胡亂華的開始 沒錯 所謂五胡亂華就是 兇奴鮮卑底僵 我們中小學教授說 五族是五胡 但實際上經過很多學者研究 兇奴鮮卑底僵 就有它的來源和去向 唯獨揭呢 這個是不是一個民族 現在還有一個考證 因為很多學者認為 揭就不是一種民族的稱呼 是一種身份的稱呼 是一種戰爭失敗了 中亞地區被抓回來 當戰夫出賣勞力 出賣體力中這樣的人的身份 譬如五胡亂華的時候 就追蹤一個後召的國王石勒石虎 他就被稱為揭盧 但石勒石虎就來中亞石國 石學中亞人是所謂的 客汗的兒子 遊長的兒子 所以究竟他是甚麼族呢 所以很多學者認為 譬如以故的武漢大學的唐長余教授 歷子揭不是所謂的種族 是一種身份 即是說人群體 這個群體是將這些兇奴人 因為兇奴當時的勢力 都很強盛 俘虜了很多中亞地方 和西伯利亞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進去成為他的奴隸 所以這個後召的領袖石勒 就是一個奴隸的頭子 後來就起兵來反叛 所以他下手下的人 有不少是白種人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後來這個石虎死了之後 又大亂 大亂的時候 他有一個養子叫做掩吻 奪取了帝衛 那視乎掩吻的行為很奇怪 要殺所有揭人 殺揭人的標準是甚麼 凡是高鼻心眼的都殺 高鼻心眼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是白種人的特徵 還有多鬍鬍 高鼻心眼多鬍鬍的人 都全部被殺 殺了超過幾萬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揭人群 其實很清楚是甚麼 就是白種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揭人可能包含高車等民族 當然 五胡亂話說 很多不同的民族 湧入中原 漢人已經無法再抵擋了 有部分遷移南方 變成了所謂東進南朝 北方又怎辦呢 不斷地有新的民族湧入來 建立了很多不同的政權 最後的政權在大家互相衝擊 互相殺戮 當然慢慢殺戮便會平靜 還有一支鮮卑的部落 托伏市建立了後藝政權 我們史書稱為北藝 在平成 大同 最初是盛落 然後在平成 統一了黃河流域 建立了北藝政權 後來經過幾代 到她的所謂馮太后 一個漢女 做了所謂鮮卑的黃太后 做了很多改革 她的孫兒 就是著名的北藝校民體 漢化運動 凡事種種 都是將所謂的漢和湖 或者鮮卑之間的所謂隔離 希望將它融合起來 是啊 這個馮太后 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奇女子 是漢女 她是北燕國的公主 後來入宮被俘虜 成為了這個匹女 得到一個王子 托伯王子 娶了她做這個姬妾 這個王子 後來變成北藝的民成帝 民成帝托伯蕊 做了皇帝之後 因為北藝有一個很奇怪的風俗 如果立了誰做太子的話 一定會殺死她 沒錯 梓桂沒有死 梓桂沒有死 是一種制度 媽媽就要死的 我老師田御英教授 就說這個制度 其實就是防止外戚的部落 干預托伯的政務 其實這個故事也有 因為當年 漢武帝立了她的幼子忽靈的時候 將她的母親殺了 歐易夫人殺了 也是恐防外戚作亂 其實中原政權也有這樣的事例 是的 於是殺了太子的生母 這位是撫養太子的 由這個姓馮的宮女就撫養她 馮的宮女因為養育太子有功 後來她就稱為皇后 太子繼位之後就稱為太后 她叫馮太后 這個馮太后就非常有魄力 要促進北藝的漢化 於是先卑人和漢人之間 由一個互相殺戮 矛盾重重的局面 就逐點轉為大家互相融和 情況是怎樣 待會有另外一個故事講的 為了暫時按下不表 而在北藝統一中原之前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 有很多所謂的民族政權 在互相爭奪 因為河西走廊很重要 為什麼呢 河西走廊這個地方 可以由中原通到西域 西域有很多的商人 各種的產品 尤其是箭碼等等的物資 是傳來中國的 尤其是佛教 還有佛教也通過這個 所謂的河西走廊 今天的武衛張役 走傳敦煌 傳到來中國 西域的河西走廊 這一帶 這個地方呢 變成了一個很敏感的一個 政治鬥爭的場所 在這個弗堅打敗之後 河西走廊 就被幾個不同的政權佔據 其中敦煌的政權呢 首領叫李稿 是一個地方的將領來的 李稿就建立了一個國家 叫西梁國 這個西梁國 傳了三代人而已 大概二三十年就玩完了 而這個李稿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呢 有一個叫李欽繼位 李欽死了之後呢 另外當然爭奪之後呢 國家沒多久呢 就被這個北藝滅了 那有個故事說 李欽有很多兒子 十個兒子 這十個兒子裡面 其中呢 是有一個兒子 叫李寶 這個李寶 投降了給這個北藝 做了北藝的 我們所謂的官員 但是呢 在這個李稿的傳 就是西梁國的那些王爵的傳 沒有提到其中一個兒子 叫李松義 這個李松義 在唐朝的官方的紀錄裡面 原來就是唐朝 唐高祖李淵的祖先 是啊 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據後來唐朝人追述 現在也是根據一些史籍 譬如根據查府原規等等追述 其實唐高祖就是追認李松義 整個種族的一個來源 就是西梁的後人 所以大家要留意 其實到後來唐太宗做了皇帝之後 去重新修這個進書 就特別設立了一個再記 就是記載這個後梁的誓 甚至有若君編章是唐太宗自己親自寫 以知紀念他這個所謂的祖先的禮 但是這個這樣的說法 歷來受到學者的一種懷疑 因為在當時雖然我們知道 梁州就是一個避亂的地方 因為很多中原的大族都用到梁州來避禍 西梁政權輾轉幾十年就滅亡了 但是從李松義之後 輾轉又向了這個所謂南朝政權 又向了北宋 所以那個來龍向盟 根據查府原規的記者 就是很迂迴的 令人很難相信 這個家族同時可以在北方效力 後來又向了南朝的流宋 又輾轉又向了北朝 最後竟然平安無恙 可以開枝撒葉 實在令人比較難以接受 是的 這個這樣的技術 就沒有 一些有力的證據證明 這個家譜是正確的 而且還有一件事 就是西梁國王李陰的兒子裏面 根據五湖十六國 知道是沒有李松義這個人 只有李寶這個人 在這樣的情況 究竟李松義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還是一個事實存在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核實 這個唐朝人居然認了一個 在這個史書裡面 是沒有資料核實的一個人 做過祖先 這個情況究竟何以至此 這個就是我們下一集 可以進一步探究的 古今風雲日脈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作詞文章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